照料女儿坐月子,听到女儿和女婿的谈话,方知自己被瞒三年。 李秀英老人今年已经60岁了,她坐在门口,心里若有所思。 李秀英40岁的时候丈夫就去世了,膝下有儿一女,当时儿子10岁,女儿8岁,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长大真是万分辛苦,想起这两个孩子李秀英又忍不住地流下眼泪。 李秀英老人50岁的时候儿子为了家里生计外出务工,刚开始每年都会回来几次,每次回家都给李秀英老人留下一笔钱,李秀英老人平时不舍地吃穿,这些钱大部分都被她存了起来,为的是将来儿子结婚女儿出嫁的时候再用。 可在李秀英老人55岁的时候儿子再也没回家过,只是每个月往家里寄钱。 儿子每月寄的钱都是女儿带回来的,儿子外出打工三年后女儿就出嫁了,女儿和女婿在镇子上做了点小买卖,日子过得还算可以。 后来女儿给李秀英老人拿了些钱,说是大哥给寄回来的,女儿还告诉李秀英大哥为了多赚点钱去了比较远的地方。 所以一时半会回回不来,每月的钱都让自己转交给母亲,李秀英虽然心里思念儿子,但是自己家里条件差也只能任由儿子一个人在外闯荡了。 女儿成家一年后生了个小子,李秀英怕女儿没人照顾便去女儿那里伺候她坐月子。 一天傍晚,李秀英出门给女儿买吃的,回来的时候很远就听到外孙在哭,女儿和女婿没注意到自己已经回来,无意见听到他们的谈话。 女婿对女儿说,大哥已经去世三年了,你每个月给咱妈钱是小事,但是这件事早晚得告诉他老人家啊,毕竟不能瞒一辈子。 女儿说,能瞒一天算一天吧,大哥出事故死了,妈要是知道了不知道的多伤心,我真不知道怎么开口。 李秀英听到这番话手里的东西没拿住掉在了地上,没想到自己被骗了三年。 女儿和女婿此时才发现李秀英站在门外,李秀英默默地走回房间。 原来这三年都是女儿给自己钱谎称是儿子记的,为的就是不让自己知道儿子已故的消息因此而伤心难过。 现在知道了真相,李秀英除了不停地流下泪水别的什么也做不了。 此后的两年多亏了女儿的安慰和悉心照料,李秀英老人的心情才慢慢平复。 虽然儿子不在了,但是自己也要好好生活下去,为了女儿,为了小外孙。 女儿,为了替你那âce前面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